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据WSTS称,2024年第二季度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达到1499亿美元。 2024年第二季度较2024年第一季度增长6.5%,较去年同期增长18.3%。 WSTS将2024年第一季度的预测上调了30亿美元,使2024年第一季度较去年同期增长17.8%,而不是之前的15.3%。 与2024年第一季度相比,主要半导体公司2024年第二季度的收入增长普遍强劲。 在排名前15的公司中,只有两家公司联发科和异法半导体,在2024年第二季度的收入出现下滑。 增长最强劲的是记忆体公司。 SK海力士和K-AXIA分别上涨超过30%,三星半导体上涨23%,美光科技上涨17%。 2024年第二季度与2024年第一季度相比,排名前15的公司加权平均增长率为8%,其中记忆体公司上涨22%,非记忆体公司上涨3%。 根据汇达2024年第一季度的预测,2024年第二季度营收为280亿美元,汇达仍是最大的半导体公司。 三星以207亿美元位居第二。 博通尚未公布其2024年第二季度业绩,但WSTS估计其营收为130亿美元,超过英特尔的128亿美元。 英特尔多年来一直位居第一或第二,今年下滑至第四位。 在此背景之下,英特尔销售与行销集团SMG计划通过裁员,降低行销成本和简化计划,在年底前将成本削减三成以上。 这一战略是该公司削减成本超过100亿美元的更大目标的一部分。 拟一的举措,预计将带来大量财务节省并提高组织内部的效率。 SMG在英特尔内部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国际合作伙伴设置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该部门与英特尔各个部门密切合作,包括客户端计算事业部、数据中心和人工智慧事业部等重要的收入来源。 重组计划已于8月第三周实施,预计将精简业务结构,同时确保过度期间的顺利营业。 尽管发生了这些组织变革,英特尔仍计划继续致力于支持渠道。 这些调整旨在打造一个更精简、响应更快的组织,并改善与客户和合作伙伴的关系。 英特尔商务长兼集团领导人Christophe Shell在8月初与销售和行销员工举行的全体会议上提出了削减35%的成本的目标。 Shell在会议上概述了他对SMG的优先事项,并讨论了该公司将如何为这家晶片制造商的新任务做出贡献。 新任务于8月初公布,即通过裁员将总成本削减100多亿美元。 英特尔发言人表示,公司高度重视渠道,并将继续优先考虑整个英特尔生态系统的成功。 发言人还补充道,这一切都是为了未来打造更强大的英特尔,合作伙伴是他们未来计划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英特尔正在与摩根士丹利等顾问合作。 据知情人士透露,此举将有助于该公司抵御激进投资者的攻击, 因为执行长塔特基辛格Pat Gelsinger正试图扭转这家陷入困境的晶片制造商的局面。 虽然英特尔过去曾面临激进投资者的压力,但尚未正式发起新的活动, 也不清楚是否有激进投资者与该公司董事会取得联系。 摩根士丹利此前曾与英特尔合作,包括该公司2022年分采Mobileye。 2020年,在基辛格出任执行长之前,丹乐部的Fullpoint收购了英特尔大量股份, 并推动该公司探索战略替代方案,以应对市场份额下滑。 英特尔董事会由著名投资银行家弗兰克·耶里·弗·弗兰克业维领导。 他曾在2018年收购Camberville之前,担任该公司,执行董事长。 英特尔去年失去了美国最大晶片制造商的地位, 因为辉达的蓬勃发展的人工智慧业务,让辉达登上榜首。 辉达的市值早已超过英特尔,目前市值超过3兆美元,约为英特尔规模的35倍。 该公司8月初公布的季度业绩低于华尔街预期,并表示第四财季不会派发股息。 英特尔最近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它在人工智慧之战中基本上落后了, 因为大型云供应商和大型语言模型的开发商转向辉达的GPU来处理最繁重的工作负载。 在人工智慧热潮之前,英特尔错过了智慧型手机热潮的大部分机会。 另外,据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英特尔一位备受瞩目的董事会成员突然辞职, 原因是他与执行长纪兴格和其他董事之间发生了分歧。 这些分歧涉及英特尔员工臃肿的队伍、业务风险的文化以及落后的人工智慧、AI战略。 半导体行业资深人士陈立武Litboutin在提交的监管文件中表示, 他离开董事会是因为个人决定重新安排各种承诺的优先顺序, 并且他仍然支持公司极其重要工作。 晶片设计软体公司Cadence前执行长陈立武于两年前加入英特尔董事会, 作为恢复英特尔全球领先晶片制造商地位计划的一部分。 董事会于2023年10月扩大了陈立武的职责,授权他监督制造业务。 据消息人士透露,随着时间的推移, 陈立武对英特尔庞大的员工队伍、合同制造方式以及业务风险和官僚主义的文化感到失望。 这位行业资深人士的离职反映了英特尔扭转局面的努力存在不确定性。 英特尔前高管表示,陈立武的离职正值公司50年来最艰难的时期之一, 公司很容易受到激进股东的攻击。 据知情人士透露,英特尔已聘请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准备辩护, 且英特尔拒绝置评。 另外,为了削减成本,英特尔于8月宣布裁员15%以上, 这是该公司两年来第二次裁员。 根据英特尔8月份的财务报告, 该公司在全球拥有近12万5300名员工。 据消息人士透露, 裁员计划是陈立武与董事会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 陈立武希望裁减具体人员, 包括那些对英特尔工程工作没有贡献的中层管理人员。 两位消息人士透露, 对于陈立武和一些前英特尔高管来说, 员工队伍似乎过于臃肿。 一些项目的团队规模比AMD等竞争对手的同类项目团队规模大五倍。 一位前高管表示, 英特尔应该将8月宣布的财源人数增加一倍。 今年8月, 英特尔在公布业绩并计划减少工厂建设资本支出时, 暂停了数十年来一直在派发的股息。 随后, 英特尔市值蒸发300多亿美元, 相当于市值的四分之一以上。 人工智慧热潮让绘图晶片制造商辉达成为一家市值三兆美元的公司。 此前有报道称, 英特尔在2018年放弃了收购ChatGPT制造商OpenAI高达30%股份的机会。 总体来看, 这些竞争对手被人们对人工智慧AI的兴趣所席卷。 英特尔的困境发生在竞争对手大举投资和销售的背景下。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